我们现在就像我们是50家父母了 所面对的孩子 已经脑子里面有很多知识了 所以只要就说我们学会一件事情 把他当作朋友 你把他看作孩子 你真的就会念出来 可是你如果把他当作朋友的话 你就不太会念他了 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50家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 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50家Talk 我是主持人周慧婷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 台北教育大学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的 副教授郭叶珍老师 先行老师跟我们大家问个好 嗨大家好 老师最近出一本书 叫做读懂孩子内心话 谈的是亲子之间的沟通 那这本书我觉得老师 你放少少的理论 但是放了很多你个人的经验 还有就是一些实际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读起来 特别的受用 不过我觉得 现在孩子 你光是要让他开口说话 都不太容易 对不对 所以如果孩子连说都不说 你怎么读啊 其实我们当初在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给他取书名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要读懂之前 如果他能开口不是很好吗 可是到底为什么孩子不开口呢 所以我们前面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讲的就比较是 怎样让孩子开口 所以你的观察经验当中 孩子不喜欢说话的原因 问题大部分出在父母 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50家以上的 就孩子呢 他们已经进到一个生命经验 就是他外面的是真的很忙 所以如果我们讲话 没有重点的时候 他就会有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 讲重点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开始只是想跟他聊天 只要嘴巴一开的时候 他就 你要跟我讲什么 你可不可以直接讲重点 那这当中有很多原因 譬如说好了 有时候真的我们只是说 孩子回来我们跟他聊聊天吗 对不对 可是他有时候 有可能是他的状态 不再要聊天的状况 所以你是不是要先 父母要会察言观 以前我们都说 小孩要察言观色 现在是倒过来 真的真的 我们以前就是说 小孩子他得看我们脸色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说话 现在轮我们了 就是说我们要看他 现在那个状况 只能能量场啊 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很委屈嘛 我因为做爸妈的 这么卑微嘛 我想我们换个方法 其实我自己是 不想要被坏口气伤害 所以我会选一个最舒服的方式 我确定他不会送给我一个坏口气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从他的角度来思考 而是从自己的角度 我是照顾我自己 我一点都没有委屈 我想说 我不是很卑微 这样讲他会不会生气 不是我想说 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最好的 最舒服的沟通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没办法给出最好的 我宁可等一下 换个角度来思考 所以你这个书名读懂 我觉得这两个字还蛮有学问的 因为你不能只听懂 对不对 当孩子跟你说 他很得意 很沮丧 压力很大 或者他跟你说 他不想上学了 你可能要去阅读 去了解他这个背后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还有就是这句话 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 才可以对症下药 对 如果你现在很快乐 然后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对你很好 你会想自杀吗 不会嘛 所以当我想自杀 我来这个世界上干嘛 爸妈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 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 当他这样讲清 你不要难过 他的弦外之音就说 我现在好苦哦 他如果今天很开心哦 他根本连这个问题都不会问出来 对 所以这就读懂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通常都是字面上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爸妈把你生出来 这个钱本来我可以用很爽 就我养你就几百万 上千万都已经花出去了 你竟然说我没有经过 你同意就把你生下来 难道我没有好好对你 我们马上小剧场就开了好几个 可是事实上 他那一句话背后 其实就很简单 说我现在好苦 那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他就说 你凭什么把我生下来的时候 我会问 发生什么事情 妈妈第一次听到你这样说 以前没有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他可能才会讲出真正 让他有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已经是结果了 我们更想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就被打倒了 其实他是在说 我现在很痛苦 所以老师你说的 这个读懂孩子的内心话 你觉得给家长基本的心态 或者基本的能力 必须要是什么 我得说 就说今天你听得到 50家这个podcast 就表示 你就是那个会不断的进修 让自己长知识 长经验的人 因为你有时候我们人生 我们环境就很狭窄 我们都是靠着 听别人的经验 当我们听到别人的经验 譬如说你今天听到 我讲说小孩子说想自杀 不想活 都是你害的 其实他背后是什么时候 下次你碰到的时候 你就不会马上被击到 你说 郭越说过 他说那个意思 应该是他有碰到什么事情 那你想想看 所以就说 我们要怎么样读懂呢 多听podcast 多看 所以我一直觉得 就说50家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我常看50家的文章 他就是增广了我们的知识库 那碰到冲击的时候 就有点像大船一样 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马上去我的仓库 去找东西 那找东西的时候就是 我就不会说 没招了 然后而感到痛苦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 多听 多看 多思考 就看看别人的招是什么 对 也许就适用于你身上 甚至是别人的遭遇 碰到什么事情 然后你心里就比较笃定 这样子 好 刚刚老师特别提到 我们50家的读者 这个部分 老师因为你 本身专业是幼儿教育 然后书里面谈很多 也是针对成长中的孩子 不过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我们读者 很多孩子 可能已经到了青少年阶段 甚至也已经成年 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所以很多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重来了 所以如果亲子之间 过去已经累积了一些 不是那么正面的互动方式 怎么来得及补救啊 我自己有觉察 就是说 譬如说幼儿的时期 我们是不是都要亲手照顾 比较多的告诉 直接告诉他怎么做 因为幼儿的脑子 没有那么多知识 他会喘祸嘛 然后他会有生命危险 那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给他很多的指示 可是随着生命阶段 他脑子 他也越来越多东西了 他从外面吸收很多东西 他就开始跟你对着干 因为你讲的跟他学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有一点改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 因为人是惯性的动物 要改的时候 好难 好难 所以以前因为念的多嘛 说的多嘛 现在不能说了 因为你要让他有意见 可以说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勒住舌头嘛 不习惯啊 这个我要讲不能讲的时候 就超痛苦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 就是跟孩子后来这个关系 在转换的时候 没有转过来 还是很习惯 直接给建议 我们现在啊 就想我们是50家父母了 我们呢 所面对的孩子 他已经脑子里面 有很多指示了 所以我们要 只要就说 我们学会一件事情 把他当朋友 把他当朋友 因为我们不太会念朋友 对 对 我们其实都会听比较多 所以就把他当做朋友 你把他看作孩子 你真的就会念出来 可是你如果把他当作朋友的话 你就不太会念他了 对 所以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 我们把孩子 变成朋友来对待 所以有些关系 有些互动方式 可能要做一些修正 所以你觉得你观察到 在一般这个亲子关系 到了50家这个阶段 做父母最常犯的错 如果要随便解除前三名好了 你觉得是什么 我也不敢说是错 因为其实即便是我 我都认为是 就是说是一个好心 出发是好心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 比较容易踩的雷 真的比较容易踩到了 真的真的 就是啊 就是说 我们怕孩子受苦 那这个好心 衍生出很多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 一个朋友跟我分享 他说 他对他孩子呢 一直很担心 他觉得这个孩子 什么都长不大 他说啊 就这么简单的 就是停车费 不是要缴费吗 他呢 都不去缴 那 他是妈妈嘛 然后他就会收到 吹缴的那个 要去邮局领 就他去邮局领 就说看了就眼睛就很痛 就把他交掉了 因为对他来讲 就是顺手 那交掉之后 他又跟小孩子说 哎 你要交啊 要不然以后罚款会很多 那小孩就说 我有叫你交吗 我会交啊 你为什么要把他交掉呢 他说 我是好心 而且我早就预测 你根本不会去交 要不然大家来试试看啊 所以那个妈妈 后来他就说 他好心交掉这个钱 他孩子还骂他 说 谁叫你要交掉 所以你觉得这个妈妈 应该怎么做 这个妈妈呢 可以这么做 就是说 妈妈她经过 他们家的摩托车 已经看到 有那个订书机 订着那个停车 那个 就让他订在那边 然后 吹缴的也来了 也就放在他桌上 然后接着发生什么事呢 对 也许妈妈 你说的没有错 他也不会去交 然后罚款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然后最后呢 就是 让他去 被罚 甚至进法院 这个儿子会不会赚钱了 这个儿子自己本身 有赚钱 OK 会赚钱 那万一如果还 不会赚钱的学生 怎么办 那最后 罚了钱还是妈妈 要付啊 对 所以这的确是 可是因为我们有 给他零用钱嘛 OK 对 那我们就会跟他讲 就说 比如说还没有赚钱 你就说 妈妈呢 就是供你生活所需嘛 那这额外的 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其实这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要想办法 所以他必须要学会省钱 要嘛 他就去打工 打工真的是太棒的 一件事情了 因为啊 现在大学跟以前 真的不太一样 以前都是要好好读书 现在不是了 我们以后不是 都要出去工作吗 出去工作 没有人要用一张白纸 你如果在学校 没有任何什么社团经验 打工经验 人家就觉得 你是妈宝 根本就不要你这个人 所以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的孩子 就是不要出去打工 他很舒服 他干嘛出去打工 你最好让他床床货 他不得不去付的时候呢 他才有动力出去打工嘛 那出去打工 旧的东西可以写啦 所以 那个妈妈的确有跟我说 可是累积到最后 还不是我去教 老师你讲这个例子 我想到最近朋友的一个状况 是他 这个朋友 他的儿子呢 在外县市读大学 那他们就给他买了一个小破车 当交通工具 因为可以省很多时间嘛 就是每个周末 可以往返台北这样子 结果前一阵子呢 发生车祸 人没事 但是车子呢 撞得稀巴烂 所以就直接送到回收厂 就报销了 所以这个儿子呢 就因此 有几个礼拜 就必须做客运啊 这样的往返 花了很多时间 后来想想说 也不是办法 因为这个车祸 也不完全是孩子的错 那交通问题 还是要解决嘛 所以呢 我这个朋友 跟他先生 最后就决定说 好 那就再买一辆车子 给儿子吧 那因为安全考量 所以这次就买了 比较新 比较好的车子 好 问题来了 这个儿子呢 有个坏习惯 就是之前啦 因为开破车嘛 这个车钥匙就丢在车上 然后也不锁门的 那这个妈妈呢 就提醒过几次 但是儿子照样 还是就老是不上心 就把这个车钥匙 留在车上 妈妈就想 好 勒住舌头 就是你说的 我想说 哪天你这个车子掉了 你就自己负担后果 但是这一次 这个车子的价值高很多 妈妈想说 万一 这个车子真的掉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还是要妈妈 来负担这个后果 对 真的 我女儿刚好前一阵子 发生同样的事 那你怎么处理 我女儿啊 她是摩托车 她买了一个全新的 然后呢 她就是对我们台湾 因为台湾实在是太有名 就是东西放的都不会掉 对 治安太好的后果 然后呢 我就跟她说 这如果掉的话 就是五万块就不见了 她根本不当一回事 然后呢 后来是她同事也跟她说 你这个掉了 你就要注意这样子 她就是会插在 插在车子上那一种 然后我后来直接建议她 我就说 你要不要去保一个全新 掉的话有人赔 然后呢 她还不听 她还说 不会啦 不会啦 因为她对人是在在 可是很有趣的是 旁边人真的会跟她讲 因为妈妈讲话是没有用的 她有朋友 然后朋友就跟她说 你要不要保个全新 她忽然好像醒过来 所以她就去保了 妈妈讲没有用 朋友讲有用 对 所以你放心 因为我们有时候 妈妈因为太焦虑了 都觉得好像 全世界只有妈妈的存在 事实上她有朋友 会跟她讲 然后后来呢 就大概就这样子 就有一天 她真的忘了把钥匙拔下来 回到家才发现 吓得简直是 快要疯掉了 然后就握着她的手 说来呼吸 她在家里面 freak out 就是整个抓狂 钥匙插在上面 完蛋了 因为她可以回去 这个时候 如果那时候冲去的时候 其实不见也不见了 我就来呼吸 我说 妈妈这时候比她镇定就是了 你有保险吗 她说 有上次被你们吓的时候 我保全险了 我说 那你放心吧 来我们慢慢来 不见就不见了 因为你有保全险 从此以后她觉得 我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妈妈好 就是我其实都没有羞辱她 我说你看 如果不是你妈妈 早就告诉你了 我就告诉你 如果不是当初 我逼你去保全险 你看 是不是要听妈妈的话 她以后就会 故意不听你的话 可是呢 我反而是做好人 你就说来 呼吸 没有关系 你看你做的多棒 你有保全险 所以呢 你现在可以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了 不用紧张 后来就 台湾自然 真的很好 就是没有被偷这样 我要讲的是说 我在处理的过程 绝对 不要让小孩子 因为就 孩子为什么不要跟我们讲话 因为她听到那一句 就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 还好你 就说 还好当初 是我逼你的 虽然那是事实 我们因为被妈妈逼 而现在过着好生活 就有点像是 大家常常跟我讲 那个中国大陆的 有一个狼狼嘛 他虽然成就这么高 可是把他推上去 这个爸爸 他现在都不跟他讲话了 我说 我们有必要吗 我们今天养小孩是 当然啦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个KPI不一样 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今天啊 就是要把我小孩 推到最高的位置 那他离不离我 没有关系 那没关系 我们家庭就是工厂嘛 那就是你想 什么样产品都有 对 那你如果想把他 推到最高 他不跟你讲话 都没关系 那你就用这一套 可是如果我期待 以后我老的时候 有人跟我聊天 我生病的时候 有人陪我去看诊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讲话 就要比较审慎 你还是可以教他 可是呢 你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不要让他以后说 我为了不要再听到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我宁可跟你保持距离 对 我宁可让他来谢谢我 就是最后呢 因为他 他受了苦嘛 可是还好 他当初有听话 他来谢谢你 我宁可拿到这个结果 我就要勒住舌头 虽然我好想说 还好你当初听妈妈的话 不要讲了 心里讲就好 或者是 去跟你老公啊 或跟你朋友讲 我告诉你 好在我小孩有听我的话 可是你在他面前 真的不要讲这样子 对 所以老师 你知道你在这本书当中 读懂孩子内心话里面 出现频率最高的 关键字是什么 勒住舌头 所以你是刻意放进去的 对 因为我有发现 其实好像很多的 当初的那一句话 只要不要讲 或是换句话讲 事情都不会到后面 这样子 有点像滚雪球 越滚越大 对 而且甚至有时候 滚的方向不对了 对 反而事情的焦点 被模糊掉 对 老师你的教养观念 除了来自于 你自己所学的专业之外 书里面你提到 你受你的母亲的影响很深 我相信 大家对你妈妈一定 都非常的好奇 所以你母亲 是什么样的背景 为什么她有这么多的 这个教养的 智慧啊 尤其是在那个父母 就是威权的那个时代 我外公啊 就是我妈妈的爸爸 他是一个 就是勒住舌头的人 这样子 可是呢 我的外婆 就是会激怒他 然后激怒他 只有他跳起来的时候 就激怒之后 我外婆就 又就会跑到厕所 去躲起来 看他一个人在外面 抓狂 就大叫 然后呢 消防队以为发生什么事 说 Ori San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样子 所以我妈说 他看到他妈妈这样 他就说 我以后一定不要这样 所以 也是从身教 就是他自己的爸爸 是一个 很谨言慎 就是不太 不批评人家的人 然后妈妈是一个 想到什么 就绝对不会内伤 那一种人 就绝对讲出来 他看了 他觉得胆战心 我以后一定不要这样 所以 那我自己呢 其实我爸爸 就是那一种 嘴巴就是 很坏的人 他就说 我举例说 好了 女儿去念博士 不是应该就是说 这么上进 应该要拍拍手 对不对 可是他 三号就是没有办法称赞 譬如说 我在 我受了一些苦 他就 自己选了 自己选了 就没办法 就觉得 好坏 我明明很好 你应该是说 这么出国读书 然后很辛苦 碰到一些挫折 真是辛苦 可是没有 自己选了 自己选了 没有办法 我妈就不会这样讲 可是呢 我大哥 我大哥就学到我爸爸 我就学到我妈妈 我哥哥的儿子啊 就小时候就是 大概有阅读障碍 他阅读障碍 就字都看不懂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什么体系都都读过了 那一种贵族学校去读 没办法 一般小学去读 没办法 然后去森林小学 没办法 最后就是自学 哇 他那时候功课很糟糕的时候 我们全家也都很烦恼 就是功课这么不好 可是我们全家就是因为有一个关联 就是只要养活自己就好了 所以他们功课不好 没关系啊 我们就说 我们家也有功课不好 可是就很有成就了这样子 然后最后最后 我们这个小朋友 就到了国外读书 然后去国外读书的时候呢 因为他就走艺术嘛 哇 他的作品很棒 那他作品很棒 再加上就是他学习了一些 他有跟我说 他说姑姑我跟你说 我知道就说字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 可是我只要早上起床的时候 那个字就比较不会浮上来 我就可以抓得住 他自己发现了 他自己发现了 因为我们家不太会骂他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后来到国外的时候 他又就变成那个都都是第一名这样子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这样子 然后我哥哥他就说 我那个儿子 他煎牛排的时候去烫伤手了 然后呢 我哥哥就讲 我爸就上身了 自己要出国读书啊 自己要认啊 我跟我妈说 我们全家人 因为我哥有点雅士吧 就是他其实他 他去做那个测验 他是有雅士这样子 就所以比较没有办法通力别人 没有没有办法 可是因为我们其他人就比较像我妈 然后我们就 的时候 我妈就是 然后我哥就 有警觉到 我哥很棒你知道 他虽然有雅士 可是他警觉到 他就赶快就刹车说 像啊 又另外一个郭月珍出来 郭月珍以前都不读书 然后一直荡 一直荡 想读的时候就念博士 又来了一个又来一个 其实他就在称赞 也就是说 每个人从父母 都pick up不一样的东西 对 刚刚讲到了这个 勒住舌头这个哲学 我刚刚讲听一下 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当孩子犯错的时候 吃了亏啊 什么千万不要 后面又补一枪 是不是 我早就告诉你了 怎么犯这种错 当初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是蛮讨人厌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当孩子准备 叙事待发 准备要选择 走某一条路的时候 比方说 要选科系啦 或者说准备 要做什么工作啦 这个时候当父母 比较常犯的一个错 就是挤着给意见 然后下指导棋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要给他 自己去摸索 然后从中间得到教训 就像你书上说的 让他多走一些冤枉路 是吧 对对对 其实即便是错 都很棒的错 我还是要说 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 怎么都没有志向 好像都不会 好像我要干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因为小孩子 他在我们的 就是KPI 就是功课要好嘛 那譬如说 他每天都在功课 功课功课 那我们教的时候 不太是教职业的取向 我们是教知识嘛 那所以他如果 真的很听你的话 他真的就是每天 就是依照你的规划 把功课顾好 那我们来看 他从早上进去学校 然后呢 就一直功课功课功课 到补习回来 可能要睡觉 他还要打一下电动 他完全没有职业概念 譬如说我讲说 你以后要当医生 他真的知道 当医生以后 是多少晚上不能睡觉 他要值班 他要被叫起来 当教授 当教授你知道吗 当教授其实是 一直要坐着 十几个小时 写论文 写写写 读读读 其实那是很痛苦的事 所以 其实他根本没有时间 跟机会去看到一个 一个职业的样貌 像什么样子 所以你问他说 你想做什么 其实那是我儿子教我的 因为我问过他 同样一件事说 你要念哪个科系 他就说 妈妈你帮我选 我说这个绝对不能让我选 这是有点像 你要结婚 你要跟谁生活 四年 你要自己选 他说妈妈 我觉得你们是不公平的 我们怎么知道 要选什么 我就觉得 他这句话真的 是有那啪啪打我的脸 你知道吗 所以他后来 真的就选错了 他选了 那个法律系 去了之后 身不如死 上课睡觉 下课尿尿 大概两年之后 他说妈我读不下去了 这样真的很好 因为 我很难想象 他不爱一个东西 硬念到大学毕业之后 还要继续去 在地狱里面 他生活如果不快乐 我不晓得他来这个世界上 他有一天 他如果要离开这个人世间 他说 妈我不快乐 我想我会很伤心 是 老师这个跟 Ken Robinson讲的很像 就是他说每个人都有天赋 那你来到世界 你如果能够找到你的天赋 兴趣所在的话 你自然就会发光 自然就会展现你的爆发力 所以今天当孩子跟你讲说 我不想上学 我另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父母真的应该都支持了 但是现在很多父母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其实孩子跟你说他不想上学 不想读书 不想用工 不想朝九晚五去上班 你问他想做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 他就是想要当躺平族赖在家里 那怎么办呢 我们家就是儿子那时候 就是他说 你们儿子有躺平过的阶段吗 没有耶 原因是因为我们家 我觉得大部分父母都希望孩子去读博士吧 我爸妈不是 我说读完大学就好了 那你如果自己还想去念什么 你自己想办法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 他们跟一般父母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很怨你知道 说我怎么会这样这样子 那所以 但是后来我们也慢慢理解这个道理 因为那个过程 就是你的选择你要承担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 我结婚之后 他把我房间清空 叫我东西都搬走的时候 我还很生气 说为什么 他说你已经结束了在这里生活 你就是要离开 这个房间我要自己用 哇那时候我都超生气 所以你就搬出去了吗 对啊我就不知道 当我结婚我当然要搬出去 那然后呢 其实我儿子啊 我那时候跟他说 不读书没有问题 我在想 我对孩子我期待是什么 就是你说的养活自己嘛 对吧养活自己嘛 是 所以现在就是养活自己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他们怎么有机会躺平 因为呢 他们要养活自己啊 那他当初的时候 没有能力的时候啊 他们刚开始 他说养活自己 他老兄真的就去找一个面店 因为为什么 揉面团那个面店 从早包三餐呢 他绝对吃得饱吧 他有问我说 妈我可以住你家 你请注意这个用词 他知道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现在看很多小孩子 有一个 因为我咨询过很多学生 我知道那个背景音乐 就是我爸妈死的 那个就是我的了 他们都不会承认哦 他们都会说 爸爸妈的钱是他们的 我绝对不会笑信 可是其实那有个背景音 就是反正我赚那么多干嘛 最后他们死的 这还不是我 我们又只有一个小孩 不给我给谁啊 对啊 所以你绝对不能让 这个背景音存在 所以我的小孩 我就跟他 我就真的哦 毕业之后 他就去揉面团 可是他说他要做音乐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 反正老娘就是一毛不出 反正你住我这边 欢迎啊 就是不然陪我嘛 所以住可以 但是除了住之外 三餐啦什么这些 他要自己解决 对 他有问我说 可以蹭冰箱吗 我说欢迎 我只是告诉你 你一定有朋友 你一定不只是 吃冰箱里的东西而已 所以我的小孩真的是 只要一毕业 他们就是要养活自己 那所以我真的没看过 他们躺平 那我们很我们就觉得说 看小孩饿肚子 觉得不吃或干嘛 很可惜 不会啊 我一直现在 现在大家的问题 应该是很难不吃吧 其实老师 所以你现在家里面 是你的儿子女儿 跟你住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已经开始上班工作了 对对对 那三餐他们自己负责 对 我们家是这样 我们家就是洗衣服就自己洗 我们就比较像宿舍啦 就比较像宿舍 我儿子跟他女朋友 对对 儿子跟他女朋友住一个房间 我女儿住一个房间 我住一个房间 真的很像室友 那吃饭的时候呢 那他们不用摊这个房租啊 什么这个没有 不用他就住我家 我就说OK 这个房子也是我爸给我的 我说我也没什么好光荣的 我就说他们当初 我要他们搬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说半年之后 你毕业半年就一定要搬出去 那是我们家训 可是他们说现在时代变了 要买房子真的很难 所以他们请我支援他们 我说这个我做得到 因为我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 那我就说 所以他们就 他们其实就是可以省很多钱 就是房租就省了 因为出去可能两万块 如果两个人住的话 对啊 所以怎么养活自己啊 也很难耶 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说我欢迎你住我家 那可是呢 我们吃就是这样吃 因为大家都忙嘛 所以我们就自己吃自己 有时候我们一起的时候 所以每个人自己煮自己的东西 自己煮自己的 所以一个晚餐 可能这个厨房会有开三次火这样子 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最有钱 那我是老娘爱吃什么吃什么 所以有时候会吃 就是累了 然后我就叫个鼎泰风来 叫一桌 然后呢 我儿子他们是 就吃比较便宜的 那可能是在楼下买了牛肉面 我女儿最穷 所以她可能就自己煮 那可是我们如果有机会一起吃的时候 我又鼎泰风嘛 我叫那个汤包 汤包 对 谁就分他们 来来 每人一颗 然后她的牛肉也会分我一片 然后妹妹煮的菜 我也吃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都 都很会分享 可是呢 像我儿子明明是我没有养他 也没有给他出钱 可是你知道他有时候 妈我觉得你好乐于分享 他到前几天还在跟我说 我有什么好吃的 譬如说和牛比较贵 我觉得是好好吃 来来来 吃一片吃一片 不是那种理所当然 他说妈 你是很乐于分享 这一片多少钱 所以他很appreciate你的乐于分享 一般孩子会觉得说 这个妈妈很小气 自己点好吃的也不请我们 对对对 他会觉得你理所当然应该要给我 所以哪有妈妈这样子的 可是我妈曾经给我一个脸色 就是我要我妈帮我带小孩 因为小孩要去急诊 然后我要把健康的那个 放在我妈那边 我妈就看着我说 可是我跟你爸要去打高尔夫球 我说晚上你要打什么高尔夫球 她说高尔夫球练习场 我就说不打会怎样吗 我妈说可是我已经要去了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气爆 我想说你凭什么不帮我带小孩 我妈是没有顶我啦 可是我后来想想 对他凭什么 凭什么要帮你带 就是我没有 就是我觉得理所当 他就告诉我 每个人生来小孩要自己顾啊 是不要把孩子交给父母 是为理所当然 对对 而且他们不帮你带你还生气 然后我妈就 可是每个人都要带自己的小孩 不是吗 我后来我真的是被我 啪啪打脸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老师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 我觉得 不管是你的教育方式 你的母亲哦 很重要一点是 你虽然不太介入孩子的生活 但是同时 你也是把自己顾好 对不对 让自己 就是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对对 在这样情况之下 你就不会对孩子 有一些不当的期待 好 所以现在孩子住家里 然后其他的开销 自己负责 等于是养活自己 那这样他们的薪水 可以有存款吗 嗯 好 这又说到了 这个是 他们就存嘛 存存存存 就他们要去干嘛 你知道吗 旅行 他们有一天啊 他们说 因为刚好 他跟他女朋友 儿子跟女朋友的工作 都是老板都 可以让他们 移地工作 他们两个跟老板 商量说 现在日币整个都贬值嘛 他说 我们可不可以 移地到日本工作 啊这样子的话呢 也可以拉一点 什么生意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 存了那么久的钱 都拿去日本生活了 三个月 我看了 我当然眼睛痛啊 老娘 你省是想要让你买房子 可是你就把它花掉了 不符合我的意思 对不对 可是我就想 那是我觉得 省钱是为了买房子 他有必要听我们的吗 是 而且 其实真的看多了 有时候 生命有时候会 说走就走的 我想如果我的孩子 曾经有 其实日本生活过三个月 他至少都没有遗憾 如果他有一天忽然走了 嗯 所以我就想了一轮之后 我就觉得 哎 怎么样 这钱是 好像也就可以接受了 对对对 你们要花怎么花 都是那是你们的钱 对 所以就继续勒着舌头 这样子 可是我没有委屈哦 是是 对 如果孩子有一天 他跟你说他要创业 希望你投资他个五十万啊 一百万啊 你会支持吗 我有经历过 就是我儿子 他在玩音乐的时候 等于说 他开始在面殿揉面团 他就说他要玩音乐 然后我就说好 那就去玩音乐 可是要设备啊 我就说 嗯 那可能要自己赚 因为天晓 你是不是真的要玩音乐 而且你玩了怎样 可是他真的是到 离开大学三年后吧 我爸过世的时候 他就做了这个 桑里的音乐的时候 一听 哇 我跟你讲 他是认真的 他的音乐 真的就是交响乐 我那次要那 我就说 哎 儿子 妈给你投资 你要什么 我给你投资 他就说 妈 那个我们买这个设备都很贵 我说没问题 没问题 你这个prototype都做出来了 我说 我们就真的买一张机票 到那个大阪 就真的是扫货 扫货 到了第五年 我儿子就在台北时装 做出那个走秀的音乐了 所以 我不再第一时间投资 你先观察 有点像是 我上次有听过 李安的一个演讲 他也是说 你要人家投你钱 真的很难嘛 所以你要先写剧本 是 你写的够好 人家才有可能 要不然没有什么东西 你怎么拿出来 如果要 要我的五十万 先让我看 你有什么东西 没有的话 那没办法 先拿出你的诚意 跟能力来 好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本读懂孩子内心话 我觉得不止 适合你成长中的孩子 如果孩子已经到了成年阶段 而且不只是亲子之间 我觉得 夫妻也好 你跟你父母相处也好 我觉得读懂对方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 好 非常谢谢郭叶珍老师 谢谢 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这是我们这一集的 五十加Talk 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话呢 欢迎您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